一个方子缓解十年的关心病 不收藏损失大了 缓解关心病呢 其实并不难 一定要记住啊 简单有效的这个小方子 大家可以点个小红心 防止滑走就找不到了 关心病经过辩证啊 大部分是属于气虚血淤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方 主要就是针对气虚血淤型的关心病 我们在临床上经常会用到它 效果呢非常的好 大家可以试一试 方子的组成是 黄旗30克 当归6克 赤勺5克 地龙 川胸 红花 桃仁 各用10克 这几味药呢 在治疗血管堵塞 气虚血淤的时候 经常会使用 我是赵宇浩教授 如果你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 可以随时和我沟通 三味猛药 打通血管狭窄 很多人呢 到了中年以后 会出现头晕乏力 胸闷 胸痛 肢体麻木 这些不舒服的症状 这些都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呀 身体里边的气血不足了 血液粘稠度增加了 造成的血管的淤堵 打通这些淤堵的血管 是很重要的 如果心脑血管 不通的话 用中药呢 就要活血化瘀 减少血管中 动脉的硬化 去打通它 那我们用什么中药 能够打通血管呢 第一位就是单身 单身活血化瘀 它有一定的 补血作用 活血化瘀 你怎么能补血呢 中医里有这样的说法 去瘀生心 你想想血管中 如果堵着这块 它不去掉的话 你怎么能够补血 怎么能生成新的血呢 所以单身具有着这样的作用 把瘀血去了 心血才能生 它兼有一定的补血作用 单身呢 是心脑血管疾病 不可多得的好药啊 一定要用它 那单身再加上什么呢 葛根 加上葛根以后啊 更能够打通脑血管 可以改善脑缺血 供血不足 因为葛根可以有扩张 动脑血管的作用 同时它还有 疏解肌肉 痙磷的作用 就是对血管的这些 痙磷 它有疏解的作用 帮助打通 增加了动脑的供血 对心脑血管 有很好的治疗作用 对心血管 对脑血管 都有很好的治疗作用 再有一个药呢 就是川胸 川胸是血中气药 气中血药 气和血 它通用 它是一个行气活血的药药 它的作用呢 上能行头目 中能开瘀结 下调精水 根据现代药理研究 它是可以通过人的血脑屏障的 很少有能够通过血脑屏障的药 所以脑血管的病症 用它作为引经药 必然要用它 川胸呢 是一味非常活泼的药 它走耳不守 非常冻的一个药 这三味药的配合 对扩张血管 减少动脑狭窄 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这三味药 你记住了吗 两味药 可以清理血管垃圾 省钱又健康 最近啊 总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私信问我 说有什么方法 可以预防脑梗 改善心脑血管的疾病 之前的视频呢 我给大家教了一个锻炼的方法 你有记住了吗 今天呢 我给你介绍 有两味药 能够解决大家的困扰 帮助大家少花冤枉钱 用它来加在水里面 当水喝 每天就用几分钟的时间 可大家千万别小瞧这两味药 它可以帮助我们打通血管 预防脑梗 这两味药就是血洁和鹿鹿通 血洁呢 可以活血阵痛化瘀 防止血栓的形成 当体内没有血栓了 也就大大的降低了脑梗的风险 鹿鹿通是药如其名啊 我们看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风通落 利水通经络 全身一身的经络 一通血管也就跟着通畅了 这样就不容易出现脑梗和心梗 这些疾病 说到这儿呢 要提醒大家 中医呢 讲的是辩证失智 具体的药材 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来定 虽然我介绍的这两个方法非常的好 但是呢 是不是适合你 大家要在用这个方法之前 不明白的话 可以点我的头像 把你的情况发给我 有空的时候 我帮你解答 中医名堂主攻脑血栓 查出脑血栓了 该怎么办呢 要根据脑血栓患者的梗塞的部位 梗塞的面积 以及出现不同的临床症状 来制定不同的治疗方案 目前最主要的治疗方法就是药物治疗了 这期的视频呢 我来给大家推荐一个 既能够治疗 又能预防脑血栓的中药名方 记得点赞收藏啊 这个汤呢 就是黄芪单身汤 主要的组成就是黄芪和单身 一补气 一活血化瘾 那我们根据病人的情况配上穿胸啊 赤勺啊 帮助活血化鱼 清肝火 当归必须用啊 它可以补血活血化鱼 用以上这些药物呢 煎水喝 一般我推荐给大家就是 把药物多利用利用 反复煮水 当水喝 这样呢 坚持一段时间以后 会起到很好的 预防和治疗的效果 如果你也有脑血栓的困扰的话 可以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说 我给你全面的配方调整的会更好 又一个好消息来了 你的低密度纸蛋白的板固醇升高了 马上就会缓解 恭喜你刷到这个视频啊 高血压 高血脂 关心病 血管堵塞 脑梗后一症 颈动脉斑块都会有所好转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你先点个赞 接下来认真的听我说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雨昊教授 从医40多年 对中医治疗心血管的疾病 古人呢 早有记载 在临床上啊 也帮助了无数的患者 恢复了健康 中医呢 非常讲究效 整体观念 辨证实质 心脑血管的疾病 会采用活血通络 补益心脾 滋阴降火 交通心肾的方法 使气血调和 阴阳平衡 脏腐功能 恢复到正常 如果你也有相关方面的困扰的话 可以点我的头像 发送我要帮助四个字 我看到了 会给你一个详细的解答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降低低密度脂蛋白 其实并不难 如果你也想和健康人一样 血脂不高了 血压也不高 不再受高血脂的困扰 那么让我来帮助你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雨昊教授 临床工作40多年 帮助了很多的高血脂的朋友 把指标降到了正常范围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你或者你身边的朋友 可能会有高血脂 高血压 血管狭窄 颈动脉斑块 脑梗 脑梗后遗症 这些问题 或者亲人 或者朋友 那么你可以点我的头像 把患者的具体情况 跟我说一说 我会尽力的帮大家解答 天然的救心丸 家里应该常备 改善你的心肌缺血 心肌缺血呢 会出现心肌胸闷 用下面这个方法啊 可以有效的去改善 心肌缺血是心脏供血 供应的血液不足了 血管出现的问题 但是呢 当供血没有办法去满足 心肌的供血供养的状态时 就出现了心肌的缺血 那心肌缺血有两种情况啊 其中一种是急性发作 一定要立即马上 赶紧送医院抢救 分秒必争 这是生命危险 在稳定时期 最典型的症状表现 就是运动以后啊 或者睡不好觉 劳累了以后 会出现心前躯的不适 疼痛憋闷 之前呢 就有一个粉丝朋友在后台 给我发来消息说 他在一次运动以后 出现胸闷 挤压感 疼痛 头晕 冒汗 这些症状 休息呢 好几天 还是没得到缓解 最后呢 被家人送到医院去检查 发现是关心病 心肌供血不足 我根据他的这个实际情况 进行辩证了以后 给他开了一个方 主要就是有 单身啊 蟹白啊 当归 贵枝 春胸 炙甘草汤的组成 炙甘草汤呢 是我最喜欢用在心肌缺血的 一个小方子 它比较温和 主要就是 益气滋阴 通阳覆脉 这患者呢 服了一个周期以后 胸闷的症状 明显的得到了缓解 其实呢 中老年人呀 到了岁数以后啊 很容易会出现 心脑血管的疾病 比如像 关心病 心脚痛 这样的问题 在这里呢 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病症 不能私下用药 需要辩证实质 大家可以把具体的情况发给我 有空的时候 我来帮你辩证分析 我要再说一遍啊 脑梗是可以恢复的 其实要想恢复脑梗 并不是不可能 看完这条视频啊 肯定会有所收获 不想让脑梗复发 那么我来帮助你 脑梗这个病啊 有一个慢性形成的过程 它的危险因素就是高血压 所以啊 治疗脑梗要综合考虑 综合治疗 大家千万不要过于担心和焦虑 正常的生活 保持良好的睡眠 良好的心态 FREME医主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 赵一浩教授 有着40多年的临床经验 对于治疗 心脑血管疾病 其中包括脑梗 高血压 动脑硬化 帮助他们恢复健康 走出痛苦 为了帮助更多的患者 我提出了一个 对脑梗的帮助计划 希望能帮助你 解决脑梗的相关问题 要想参加的朋友 可以给我点一个小红心 点我头像进来 打出我要参加四个字 就可以了 放完心脏支架以后 人就蔫了是怎么回事 有的人 放完了心脏支架以后啊 人就蔫了 浑身不舒服 什么事都不想干 这是什么原因呢 支架反应这么大 那不支架又能怎么样呢 今天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问题 大家可以点赞收藏 分享给你身边 同样有这个问题的亲人和朋友 因为支架呢 对人体来说 是一个外来的义务 它有可能会导致身体 出现一些炎症的反应 这个症状或轻或重 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不会持续很长的时间 如果有的朋友支架之后 处于比较虚弱的状态 也有可能跟支架是没有关系的 大家要知道 什么样的人才放支架呢 一般的说出现严重的心肌供血不足 而且呢 是随时爆发心梗猝死的可能 在危急的状态下 只有做支架把它支起来 让你缓解了这个症状 命是救回来了 但是你身体虚弱 做了支架 扩张了血管 血液运行正常了 但是呢 身体的体力还没有恢复过来 即使你不放支架 你这时候啊 甭说虚弱了 有可能命都没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不一定是支架的问题了 不要抵触支架 先救完了命以后呢 我们再用中药调理 才能把你的体力 体虚给恢复过来 因此啊 不管是你做支架 还是没有做支架 用中药去缓解和调理你的体虚症状 去从根本上解决你的心肌供血问题 这是必须的 综合起来治疗 对心脏的解决问题才是硬道理 如果你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自己解决不了 可以告诉我 我来帮你解决 2023年和你的高血压说拜拜 高血压反反复复不稳定 不要再到处问了 你的苦日子熬到头了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一浩教授 今天呢 我提出了一个关于高血压的帮助活动 如果你也有低压高 高压也高 胆固醇升高了 血管帮块 血管狭窄这些相关的问题 可以给我点一个小红心 我来帮助你解决这些难题 你可以点我的头像 给我发送 我要参加四个字 我只要忙完啊 看到了 都会给你一个专业的解答 2023年好消息 让血管狭窄的朋友 别再担心了 今天呢 给大家带来一个好的消息 如果哪位朋友有血管狭窄 颈动脉斑块 关心病以及动脉周样硬化这些问题 不要再担心了 别再到处的跑 到处的去问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浩教授 刷到我呢就是缘分 今天我来帮助你 屏幕前的朋友可以点个小红心 点头像进来 给我发送 需要帮助四个字 我会根据你的具体情况 来帮你答疑解惑 解除困扰 2023年新消息 降低密度脂蛋白 有了新方案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如果哪位朋友 有低密度脂蛋白高 胆固唇膏 颈动脉斑块 血管狭窄 以及关心病和动脉周样硬化 还有高血压这些问题 让我来帮你 只要你愿意点亮一个小红心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一浩教授 帮你解决低密度脂蛋白高的困扰 有问题可以点我头像发给我 我看到以后会耐心的给大家做个解答 一个好消息 告诉颈动脉斑块的患者 如果你有血管斑块 血管狭窄的困扰 能刷到今天这条视频 那就不用担心了 不管你是血管的堵塞 颈动脉的斑块 心梗脑梗还是关心病 像这种心脑血管的问题 都不用在四处求医问药 从今天开始 我将在平台上为你解答疑惑 我会用40多年的临床经验 为你制定一个最适合你的方案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一浩教授 点我的头像进来 把问题发给我 我来帮你解决疾病之苦 两味药可以清理血管垃圾 省钱又健康 最近总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私信问我 说有什么方法可以预防脑梗 改善心脑血管的疾病 之前的视频 我给大家教了一个锻炼的方法 你有记住了吗 今天我给你介绍 有两味药能够解决大家的困扰 帮助大家少花冤枉钱 用它来加在水里面当水喝 每天就用几分钟的时间 可大家千万别小瞧这两味药 它可以帮助我们打通血管 预防脑梗 这两味药就是血结和陆路通 血结可以活血阵痛 化瘀 防止血栓的形成 当体内没有血栓了 也就大大的降低了脑梗的风险 陆路通是药如其名 我们看它能够帮助我们去风通落 沥水通经络 全身一身的经络 一通血管也就跟着通畅了 这样就不容易出现脑梗和心梗这些疾病 说到这儿呢 要提醒大家 中医呢 讲的是辩证失质 具体的药材 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来定 虽然我介绍的这两个方法非常的好 但是呢 是不是适合你 大家要在用这个方法之前不明白的话 可以点我的头像 把你的情况发给我 有空的时候 我帮你解答 中医名堂主攻脑血栓 查出脑血栓了 该怎么办呢 要根据脑血栓患者的梗塞的部位 梗塞的面积 以及出现不同的临床症状 来制定不同的治疗方案 目前最主要的治疗方法就是药物治疗了 这期的视频呢 我来给大家推荐一个 既能够治疗又能预防脑血栓的中药名方 记得点赞收藏啊 这个汤呢 就是黄芪单身汤 主要的组成就是黄芪和单身 一补气一活血化鱼 那我们根据病人的情况 配上穿胸啊 赤勺啊 帮助活血化鱼 清肝火 当归必须用啊 它可以补血活血化鱼 用以上这些药物呢 煎水喝 一般我推荐给大家就是 把药物多利用利用 反复煮水当水喝 这样呢 坚持一段时间以后 会起到很好的 预防和治疗的效果 如果你也有脑血栓的困扰的话 可以把你的情况跟我说一说 我给你全面的配方调整的会更好 又一个好消息来了 你的低密度脂蛋白的板固醇升高了 马上就会缓解 恭喜你刷到这个视频啊 高血压 高血脂 关心病 血管堵塞 脑梗后一症 颈动脉斑块都会有所好转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你先点个赞 接下来认真的听我说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赵雨昊教授 从医40多年 对中医治疗心血管的疾病 古人呢 早有记载 在临床上啊 也帮助了无数的患者 恢复了健康 中医呢 非常讲究叫整体观念 辨证失职 心脑血管的疾病 会采用活血通络 补益心脾 滋阴降火 交通心肾的方法 使气血调和 阴阳平衡 脏腹功能 恢复到正常 如果你也有相关方面的困扰的话 可以点我的头像 发送我要帮助四个字 我看到了 会给你一个详细的解答 我要再说一遍啊 脑梗是可以恢复的 其实要想恢复脑梗 并不是不可能 看完这条视频啊 肯定会有所收获 不想让脑梗复发 那么我来帮助你 脑梗这个病啊 有一个慢性形成的过程 它的危险因素 就是高血压 所以啊 治疗脑梗 要综合考虑 综合治疗 大家千万不要 过于担心和焦虑 正常的生活 保持良好的睡眠 良好的心态 夫人医主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 赵一号教授 有着40多年的临床经验 对于治疗 心脑血管疾病 其中包括脑梗 高血压 动脉硬化 帮助他们恢复健康 走出痛苦 为了帮助更多的患者 我提出了一个 对脑梗的帮助计划 希望能帮助你 解决脑梗的相关问题 要想参加的朋友 可以给我点一个小红心 点我头像进来 打出我要参加四个字 就可以了 放完心脏支架以后 人就蔫了是怎么回事 有的人放完了心脏支架以后 人就蔫了 浑身不舒服 什么事都不想干 这是什么原因呢 支架反应这么大 那不支架又能怎么样呢 今天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问题 大家可以点赞收藏 分享给你身边 同样有这个问题的亲人和朋友 因为支架呢 对人体来说 是一个外来的义务 它有可能会导致身体出现一些炎症的反应 这个症状或轻或重 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不会持续很长的时间 如果有的朋友支架之后 处于比较虚弱的状态 也有可能跟支架是没有关系的 大家要知道什么样的人才放支架呢 一般的说出现严重的心肌供血不足 而且呢是随时爆发心梗猝死的可能 在危急的状态下 只有做支架把它支起来 让你缓解了这个症状 命是救回来了 但是你身体虚弱 做了支架 扩张了血管 血液运行正常了 但是呢 身体的体力还没有恢复过来 即使你不放支架 你这时候啊 甭说虚弱了 有可能命都没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不一定是支架的问题了 不要抵触支架 先救完了命以后呢 我们再用中药调理 才能把你的体力 体虚给恢复过来 因此啊 不管是你做支架 还是没有做支架 用中药去缓解和调理你的体虚症状 去从根本上解决你的心肌供血问题 这是必须的 综合起来治疗 对心脏的解决问题 才是硬道理 如果你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自己解决不了 可以告诉我 我来帮你解决